哎 骑一辆国产新能源电动摩托车出国旅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今天呢 我来到了吉隆口岸 就是咱们中国和尼泊尔的交界处 我呢 就要骑着我这辆新能源电动摩托车前往尼泊尔一探究竟 大家好 我是小波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里露营的 这里呢 是一个路口的交汇处吧 然后这个板房 然后在这个角落露营的 然后现在把车推出来 今天的话就要从这里都不一直上去前往吉隆口岸啊 昨天就是不小心 跟着导航从这里过去了 就差一点 从那位山上上去 现在才开机的 做一些的竞争游客体负 昨天晚上他现在跟我没开进去 导航导舟了 看一眼看 现在就收拾出发 直接给我动成标本了 把跨跌写去的 哎 你好 走了 哎 谢谢 连216国道 继续行驶 1.7公里 想发路快 先走四尺了 现在出发去了吗 这里就是一个路口啊 根本没有通知啊 地图上显示是一个通 还是一个乡镇来的 就两个工具 前面一个工具 那边哪个工具 什么呢 现在为您提供城市 差点害死人了 这 这地图上面不标准吗 现在我们上到这个崖口了 叫 孔潮拉姆山崖口 海拔这里是5236米 再一次刷新了 我骑着这 电动摩托车 上过最高的海拔 又一次刷新了 5236米 非常好 我们继续出发 我骑着一看就是来自尼泊尔的朋友 可以拍照的朋友 Hello Hello 这个方向 或者是尼泊尔 可能是尼泊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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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甚至是印度的 过了牌坊就是吉隆县城了 现在百分之百分之了 然后这个吉隆口岸的话 还有93公里呢 现在我们的周围能看见稀疏的一些坟费了 前面还有一个超大的土甘 这里一个瀑布倒是特别好看啊 特别的高 这里是什么瀑布呢 切热瀑布 这里也有好多的植被啊 已经将近有半个来月 没见到过这么多的绿色植被啊 前面还有雪山风景 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 这里有个铁厂场 我发现有好多的绰 这里有很多 这边也是很短的 这边有很多 这边也有很多 我们进去给大家看 这里有很多 还有里面磁厂里面也有很多 哦 就比较花里胡椒皮 这里有很多 这边有很多 糟糕 加上 滟 现在我们到达一种距离了 现在距离口岸还有14公里 绿水青山海拔也是越来越低了 好了兄弟们现在请看我身后 我们已经到口岸这里了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西隆口岸 这里只有1879米的海拔 可以说都没有什么海拔 现在我已经在吉隆口岸 这里呢旁边找了一些酒店住下来了 今天玩